时间已经进入了深秋 大地也变得色彩斑斓 景色迷人 马里兰州的秋天很短 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进入冬天 这个星期的天气对马里兰州来说是特别的难得 有一整个星期的好天气 天气晴朗 空气清新 风和日丽 往常这个时候 隔山差五的就会有大风或者下雨 我们无法预料到下个星期的天气情况 当季立断的来个说走就走 去Sweet Run州立公园去走走 观赏变色中的枫叶 这就是Sweet Run州立公园 这一片丘陵是私人地产 地产的主人贡献出了这一片土地作为周立公园供人们来这里徒步 观了休闲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 至于这林子里有些什么景观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那就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一口地下水井 我老公尝试着想取一点水 可是他只是滴滴答答的出一点点水 几乎打不上来水 这里有三种步道供人们选择 一是走一圈 二是稍微爬一些小山坡 三是登山 我们选择了走一圈 我们是来休闲的 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 Blond Blond hair person 也经常会说 他们说yellow hair yeah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是 叫blond hair person 叫yellow hair moscano 服 quelle 却 混乱 收拾 汁 是 啊 对 对 对 私 对 我们在滴 通知我们的游客 或是游客? 我叫它 用游客 那是一个好语言 但它是一种游客 在使出公园的时候 我换成手机来拍摄了 所以色彩有所变化 在回程的路上 我们遇到了一个葡萄园 就进去看一看 原来这个地区是葡萄园区 有上百个葡萄种植园 有的园区自产自酿葡萄酒 有的园区只种植葡萄不酿酒 我们来的这个葡萄园是有酿酒的 我们进到瓶酒大厅 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瓶酒 不提供餐点 只提供一些饼干和奶酪 我们点了一份样品酒来品尝 一共有六种酒 倒在六个小杯子里 这个小册子是六种酒的介绍 虽然这里没有规定 一定要给小费 我还是习惯性的给了一点小费 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们选择坐在户外品酒 我老公不喝酒 只有我一个人品酒 我也没有把它们全喝完 虽然没有全部喝完 但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使我兴奋了一把 林离开的时候 我们买了一瓶我认为最好喝的一种白葡萄酒 在回程的路上 我们就决定好了晚上吃中餐 我老公想吃他最喜欢吃的美式中餐 佐公鸡 我点了一份家常豆腐 甜甜的 是美国人喜欢的口味 我老公点了两份佐公鸡 甜甜酸酸的口味 我老公在中国待了30年 还是喜欢甜甜酸酸的美式中餐的味道 对于我们中国人喜欢的 五脏六腑 辛辣等重口味的食物 还是难以接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